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金内传奇 我是金飞 有人要是经常惦记着不切实际的美事 咱们就会说这个人爱做梦 什么做梦娶媳妇了 做梦发大财了 总之 这梦里的事很不靠谱 千万别当人 不过世事万千总有例外 有人就因为做了个梦 还真就发了大财了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梦 做梦的人又是怎么发大财呢 要想知道答案 就来好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重庆乌西县的宁场镇地处偏僻的三峡腹地 是个明辨经传的安静小镇 有一阵子这地方却名声大道 热闹起来了 慕名而来的人是一波又一波 一下车就直扑镇上的一户姓李的人家 那他们这是要想干什么呀 不为别的 就为看一眼李家那口神奇的鱼犬 鱼犬 没听过吧 画面里头这个正忙着捞鱼的 那就是李家38岁的儿子李贤慧 而这水里的鱼啊 那不是他们家养的 是自己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每年一道讯息啊 李家这个地底下就白天黑夜 不停地往外有鱼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出上千斤 怎么捞都捞不完 看到这儿 您该知道这鱼犬的意思了吧 第一 它是一口泉水 第二 偷偷往上冒的不光有水 还有数不清的鱼 可想而知 李家有了这个鱼犬呢 那就等于有了个聚宝盆 你想不发都不行 一直都是真的穷的叮当响 有时候甚至说真的吃啊 有时候真的连下头换的没有的时候 数打有了鱼犬 以前穷的出了名的李家 那是新房也盖了 小车也买了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那么李家的鱼犬是怎么来的呢 说到这一事嘛 李家老爷子李长权那是最得意了 说家里能有现在的好光景 那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英明决策 当然了 更要感激的 还得说头好些年他做的一个梦 那是一个晚上 摔得迷迷糊糊的这李老汉呢 突然听见好像有人在自己的耳朵边上说话 听完这段话 李老汉就醒过来了 这才发现原来是个梦